感謝您再次收看敬哲解盤 而且今天不但是我們家族 也是我本人非常開心的一天 毕竟今天是敬哲小弟 50歲的生日 也是50歲的第一天 我相信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坐在這個位置 已經整整20個年猴了 那麼希望所有朋友 不管舊與新知 在電視上或在網路上看到我 請你繼續支持下去 而且今天50歲了 各位注意 我今天一定會講一些 跟別的節目 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樣的話 而且我每次講不一樣的話 每次講重點的話 經過我的三架線 經過我的指標來做分析的時候 每一次都很準確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看一下吧 今天為什麼要把我的生日先講 6月27號我們的傳真稿 而且都是公開放在網路上面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我寫得很清楚 美國6月結帳 7月整理 請你記得喔 美國的年度結算 就是年報是6月30號 我們是12月30號 所以我們講得很清楚喔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 很多這幾天講得好像 哇好會空的 你看那兩天都嘎得傻傻的 你看前面為什麼嘎得傻傻的 因為6月30號 才會出現外資特別大漲 我們先講到這裡 各位注意一下下 親愛的投資朋友 為什麼我今天要從這個日子講起 各位啊 20年前我剛入行的時候 我就知道第一件事情是 美國是年終計算一年喔 年終結算年報的 跟我們年終是半年報不一樣 所以原則上來說的話 每次到了年報的前後呢 各位啊 屬於外資的手上有很多股票嘛 所以他一定要拚老命特別大漲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說三架線連細微波都要幫你看好 我說啊 現在這個行情如果大家講說 一萬點就跌下來了 那已經被嘎了五百多點了 如果說九千八百就跌下來 就嘎了七百多點了 股票不是這樣子講的啊 有的時候他還要繼續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說不定今年有更高更高的數字 要讓你看了 但是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看到沒有 每一個細微波的轉折 我都要跟你講得很清楚啊 台積電 鴻海 可憑這些不用追了 各位看一下 今天我們就要講第一個台積電了 等一下我們會告訴你 你說老師台積電這兩天特別弱 而且竟然貼席啊 說不定我等一下五十歲的第一天告訴你 你以前沒有做過台積電的 現在說不定就是最好的機會啊 外資結帳喔 外資結帳要買一大堆 然後之後就把它砍掉 然後外資就賠錢了 天底下有這種事嗎 我當外資的操盤人的時候 我也沒那麼笨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各位看到沒有 但是這些呢 短線到高點 因為幹嘛 要特別大漲 因為幹嘛 碰到一個重要的人的生日 6月30號 知道嗎 現在會了喔 別人都沒講過 現在我上來 你就已經知道了 而且一定要記清楚喔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來 6月27號的時候 聯電特別漲上來 我先講第一句話 等一下我要跟各位講說 在下面稍微看一下 廢城半導體啊 來往下看一下 導播謝謝 廢城半導體本來就弱於大盤 所以因為結帳產生電子股轉強 所以這兩天拉回有什麼困難的啊 各位啊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講說 有些不曉得去哪裡找 我要怎麼去看他的分析 人家廢城半導體 早就領先我們十幾天就跌下來了 所以你說拆說整個 六月結帳七月整理 這有困難嗎 竟然還有人會被軋空之後 然後現在才在那邊講話 我這實在是 或者追高 股票市場其實重點是在 高低點之間的價差操作 如果只要講說 三千點會買 一萬點會賣的話 但你自己做就好 問題 股票不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各位注意一下下 今天來我要給各位 七月份贏的法則 把這些簡單的複習一下 各位看到沒有來 六月十七號 直接預告你拉回來 網路上全部都可以印證 還有包含了以前的節目 全部都可以印證 但是我有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喔 大盤不會過高 美國納斯達克也不會過高 但是誰 金融指數會過高 所以請問一下金融股 是不是全值股 你不要說老師 這個 國內金控才長這樣子而已 很少耶 我告訴你一件事 有的時候你一開始覺得它很少 後來就變很多了耶 有的時候你 開始覺得很少 後來變很多耶 所以我先告訴你各位一件事 第一句話就告訴你 今年就是要從全值股開始做齊 你全值股做好了 後面有標股 你再跟著做 我也做今天 我們也有其他的股票喔 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我們也有其他的股票耶 照標耶 因為你剛才看到我的傳承稿 寫得很清楚啦 電子股要怎樣 電子股要先休息嘛 對不對 電子股要先休息嘛 對不對 但是請你記得喔 我認為這個後面還會再漲喔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7月份中小型股 會變成市場的重心 後面還要寫什麼 傳產股 你自己去看一下 連電在那邊寫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吧 今天來我要幾個 跟各位講的重點 我認為你以後 別人的節目都不要看 看我的就夠了 第一個 台積電 你說老師 剛才你看納斯達克的圖 看起來好像還要再跌一點點 OK 30點 50點 咱們禮拜一就來看看 一點點而已 但是個股呢 早就已經到了 如果你那麼喜歡指數的話 我告訴你這句話 你自己聽聽看就好啦 注意喔 台積電各位看到沒有 現在已經碰到月線了 而且已經收出一根短紅K棒 但是這個短紅K棒不穩 但是請你注意 我認為下週有買點 我認為他一定會填席 如果台積電沒有填席的話 我告訴你 不是台灣崩盤而已 全世界崩盤 你覺得可能嗎 台積電沒有全席的話 他還敢除席嗎 但是請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做台積電 想要做鴻海的話 注意所有的買點跟賣點 各位看到沒有 我叫你說6月30號的時候幹嘛 不用追幹嘛 就是要叫你賣喔 知道沒有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下來 鴻海什麼時候再買 我會告訴你 台積電什麼時候再買 我會告訴你 鴻海漲上去之後呢 你看我家族有沒有賺 84塊6的 鴻准一路供上去啦 我跟你講說請你注意 鴻准擁有6.5億張的一個夏普的股票 雖然只有鴻准的鴻海的三分之一 但是鴻海是鴻准的12倍 所以鴻准先賺先贏了嘛 對不對 就算你現在還沒賣還賺錢喔 所以我告訴你 後面我認為 不管是鴻海要減珍珠 或者說各位看到的平蓋股要減珍珠 或下一個鴻海概念股 請你注意想辦法跟著我 各位來看一下 來 再往前推一下的時候 你各位看一下 216塊 你說老師 哎唷 連發顆216塊 現在每個老師都說有買 我就告訴你一件事 今天一定所有老師都跟你講說 我有買中紅 因為只有他在漲 今天一定所有老師都跟你講說 我有買東龍星是不是 我有買如虹 今天早上的新聞好不好 我告訴你一件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才不要這樣跟人家講 我們有的我還不跟你 你自己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你自己證明一下 等一下 我們手上的股票 都在成本之上 因為剛才你看得很清楚 我手上真的就是這些中小型股 而且很清楚的 各位看到沒有 你問我會員朋友 哪一檔沒在成本之上的 你說老師 連發顆這樣子買進去 每個老師都說他有 你去看一下 5月24號帶你買進去 訊號的再說 然後你說老師 連發顆你怎麼那麼勇敢 敢這樣子就進去買了 哪有什麼勇敢 我不好意思講說 是你實在是 我不好意思 台灣人來講說 太不大 對不對 什麼意思啊 我20年的經驗 從30歲到現在50歲 我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一下下 每次到了所謂的 連電到這條線 哪一次不可以買 連發顆到這條線 哪一次不可以買 而且現在還等於起漲而已 你說老師 連發顆現在去買 很好 你喜歡現在去買的話 我認為買點你還沒到 你看一下 現在很多分析師 等到連電漲上來 開始找連電的基本面 幹嘛 拿眼鏡看就好了吧 哪一年連電的殖利率 比台積電低的 6月21號你看清楚啊 連電殖利率在6月21號 12塊半 我們切進去的時候 它的殖利率比台積電更高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外資就會回補連電 只有這種狀況外資會回補啊 請問一下這怎麼看 20年了 我在這邊看了20年了 連電到這種價位 每次殖利率比台積電更好的時候 就會漲 20年了 每次到了200塊錢的附近 每次到了200塊錢的附近 買連發顆你就可以賺90塊 這就是你來找我最重要啊 你說老師 50歲了 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今天是為了我家人 留在這裡 順便跟各位繼續來賺錢的 順便來幫助你繼續賺錢的 注意下一檔全職股在這裡 你說蛤 全職股 老師我當散戶這麼久 20年沒做全職股 我告訴你一句話 全職股你大概沒興趣 但是我告訴你 就是要做全職股 連電我們300張 200張 100張尻進去 3塊錢 3塊錢100張多少 30萬 200張是60 就算比較沒膽子的 也買個10張20張 總是贏錢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胸有地公 哪一支股票 胸 哥哥就是這個吧 哥哥就是這個吧 哥哥長上來之後 弟弟是不是他 上個禮拜我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 胸有地公 要不要翻過來 一樣答案 沒關係啦 東龍星 盧虹在這裡 看到沒有 請問一下盧虹 跟東龍星 不但有交叉十股 而且東龍星 還是盧虹的大股東 那老師 不是說一萬點啊 怎麼怎麼 我告訴你一句話 贏錢啊 只要贏這句話就可以了 澳門賭場那句話 過去就過去了嘛 你現在說跟人家比說 你當然全台灣都是輸家 我覺得阿土伯在講的時候 那個年輕人你只能聽一半 怎麼錢都被外資賺走了 外資也有賠錢的時候 你要跟人家比500塊錢的大力光 全台灣都是輸家 不對的 股票市場沒有回頭看的權利啊 重點在什麼地方 重點在這個月 這個月你能夠贏錢 那就重點了 全值股我都是50張100張 50張100張進去跟你拼的 你說20張 20張是比較貴的全值股啊 那這次我們進50張的就好 好不好 那稍微有錢的進100 比較沒錢的進20 我們這次的全值股 要選這一檔股票 稍微有錢的50張 更有錢的100張 普通朋友進20 普通朋友進20代表說 這絕對不是幾百塊的股票啦 不是大力光啦 所以跟各位講啊 今年你就是要做全值股 贏錢啦 贏隔壁的那個人就好啊 現在散戶都還沒上車啊 你認為是高點 根本不可能啊 你只要贏隔壁那個 沒上車的就好了 聯電你不用贏太多啊 你說老師我聯電要贏台積電 不用 你只要贏後面 來追聯電的人就好 你說東龍星 東龍星我要贏什麼 東龍星假設說 我要贏大力光 不可能嘛 你只要贏 後面來的那個人就好啊 所以請你記得啊 賺錢要用這個思考 很多人啊 都到現在看到什麼理由 不想進堂的理由一千個 但是進堂的理由只有一個 贏隔壁的那個人 注意喔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第二件事情啊 50歲的第一個體認 胡死留皮啊 人死留民啊 請問一下 你說張忠謀的股票跌下來了 他會在這種狀況退休嗎 張忠謀你被 你害我套牢了 郭台銘他講說什麼什麼 他會在這種狀況退休嗎 郭台銘你害我套牢了 人死留民 胡死留皮啊 50歲的第一個體認 這句話你聽聽看 你認為台積電 鴻海結束了嗎 休息一下 咱們繼續討論 地震了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全東的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股王福利 成東東部 值得托付 贏了2752 5868 成東東部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殺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型市場 穩健獲利 股王福利 成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我一直都有在接受 非凡股市現場和盤中節目的 尤其是開盤節目的訪問 我相信算不算大師 由你各位做決定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 至少我在家裡發生 變故的狀況之下 我想這幾年當中 很多人自怨自愛 但是我很實在地跟各位講 你應該沒有那個損失兩個親人 在癌症方面的紀錄 你也應該不會說有個小孩 你必須要天天陪著他 讓他知道說他能夠成長 還好我的小孩恢復得很好 所以我現在選擇留在台灣 其實我也直接告訴你 大陸的通告很多 我留在這裡 希望能夠更多的時間 陪我的家人 順便陪我的會員朋友 順便幫助你好不好 所以50歲生日 今天是可以說是開市大集 那麼就與薪資 歡迎歸隊 特別是今天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我認為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如果你擁有這四檔股票的 而且這四檔股票 我們只要贏下一次就可以了 贏隔壁的那個人就好了 拉回來的時候海水退了 才會有珍珠可以撿 你只要想辦法贏 那就夠了 我想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歡迎所有朋友 想盡辦法跟上來 我的眼光跟別人 絕對絕對不相同 今年一定會超乎你的想像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放空了 我直接講一件事 其實都被嘎得很慘 但是請你記得一句 我剛才不是提到了 人死留民 胡死留皮 請問他們兩個 會在什麼狀況之下退休 人呢 要退休有兩種 一種就是死掉了 一種什麼狀況之下去做退休 退的時候要退到漂漂亮亮 每個人都會稱讚他 所以呢 你覺得賣格裡說 會是假的嗎 你去看看 鴻海還是高檔還是低檔 注意喔 就算不要看電子股 你說老師電子股最近漲很兇 很好 金融股不算是大股票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剛才你看到的聯發科 請問一下是高檔還低檔 你看到的聯電 是高檔還低檔 我現在不要講別的 光講全子股 很多根本都還沒漲上來呢 你說只有台積電好嗎 蘋果做完iphone10手機之後 請問別人都不用做手機 都死啊 公司全部關門就讓蘋果一個人做就好 難道蘋果做完之後 華為不會做 小米不會做 中國大陸不會做 那個時候是不是又拉出一個 很重要的 未來的新的蘋果行情 這些做來做去都是靠誰的鏡頭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有些人認為說這些股票都漲上去了 後面還很嚇人耶 這是川普耶 旁邊隔著 旁邊是誰 庫克 庫克在這裡耶 這個是誰 這個是Google的老闆耶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在講放空 你自己想清楚一點 今年年初啊 我家裡還在辦事情的時候 還有事情的時候 是誰帶你在455塊的時候放空 而且一口氣就跌了 155 注意喔 這個跌的角度這麼大 我不相信你看不懂啊 這個東西才叫做放空好不好 全台灣只有一個人敢拿出證據跟你說 我真的空到什麼 我真的空到銅製啊 還跌了12345%下來 這裡為什麼要回補 因為沒有農圈啊 農圈被強制回補啊 空到強制回補的前一天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這個叫跌嘛 對不對 這個很明顯看到跌嘛 請問一下 這是做漲比較賺還是做跌比較賺 我看現在好多人說 喔 空玉金光喔 嚇一嚇一嚇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啊 我天天都在拜拜啊 這個漲的角度很大嘛 跌的角度很小嘛 玉金光可以說是今年 我才是最真正的專家 等一下給你證明一下下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因為當時呢 我家裡在 走了兩個人 所以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我沒有上電視跟你說 就每個分析師就通通有啦 現在又說每個都沒有 都說放空 我說跟你講一件事 我天天拜拜希望來個大利空 你說老師現在馬上買 可能有一點點不對啦 但是什麼時候該買 反正等一下我的資料裡面 不是有跟你講的嗎 我說你來找我嗎 OK 什麼光什麼光 你來找我沒有錯 而且呢 現在根本還不是放空的時候 親愛的投資朋友 要放空我剛才跟你說了 看一下他好不好 這條線叫季線 季線奧路啊 叫放空 現在大盤沒有一條線往下 你怎麼空賺不太到錢 所以我說過 你不用贏外資主力 你只要贏隔壁那個人 你可能贏空手的人 散戶都沒上車 你可能贏空錯的人 我想我這個地方 就直接跟你說啦 各位你今天也發覺一件事 今天連大家都在喊的 那些空的股票都不會跌 真奇怪 對吧 我看來沒有 但是 還不是 你不能說 老師 這個什麼股票 漲很多跌下來 那個叫漲多拉回 所以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玉金光這種股票 這種東西叫做漲多拉回 這叫做真的放空好不好 你不要 蜘蛛卡卡黑白龍 注意一下下 來看一下吧 上一次503-15.35 乘上0.618加上0.191 來到409 民國99年的時候 就是我帶你做到409塊 今年就是我帶你做到350塊錢 請你看清楚 公式寫在這裡 請你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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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關係 我說過你只要贏一個人就夠啦 郭董買20塊嘛 對不對 我直接送人家啦 馬路上我都送啦 郭董買20塊 你只要贏他就夠了嘛 贏他不會賺嗎 贏過放空被嘎的啊 贏過空手沒賺啊 7月份有7月份的股票要漲 8月份有8月份的股票要漲 6月份有6月份的股票要漲 但是今年全值股不能放 我想我這麼告訴你 你說老師全值股真的不能放 前一段時間沒有時間才來這邊 所以有的時候 電腦講一講就結束啦 這個叫漲多拉回 今年最會賺的是我的家族 點點吃三話公你都不知道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50歲啊 告訴你兩句話 點點吃三話公才會賺錢啊 到底他空的什麼大聲的 我一定要贏外資 外資不空我空 結果被外資咬到兩手空空 然後會員都受傷了在電視上講 在那邊講說 你看我哪一支股票 小股票做多 人家外資早就上車了 人家靜澤家族早就下車了 你還在喊 50歲了 我這樣講也是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我跟一些新老師比較起來的話 這麼長的一個經驗 而且我自己現在 上不上電視 賺不賺你的會費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今天是想說 公司既然拜託我付出 那我就當然就這麼站出來啊 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你是要跟著一個 真的賺夠錢的 真的賺大錢的人 或者說你要試試看 反正有證照 大家就來試試看嘛 今天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講聯發科 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講紅海 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講台積電 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講玉金光 都會講什麼 來 各位 都會講中紅 不好意思 早上才衝完 還有一支咧 沒有人跟你講 這就是三架操盤法 上網去看好不好 各位看到沒有 還有呢 我們手上還有這個小小的股票 聯電剛賺完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說過啊 50歲了 你跟我一起來想想看 對喔 差點忘記了 今年還有一個人還沒表揚到 就是川普 各位注意一下 川普會拿石油的價格 把他壓得低低的 對付誰 對付普丁 對付俄羅斯的普丁 會把鋼鐵 尤其是中國鋼鐵 所以今天我們台灣的鋼鐵 才會能夠彈上來 但是只是反彈 會把中國鋼鐵壓得低低的 對付習近平 你說他厲害不厲害 生意人不是普通厲害的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回頭想想我這句話 你都把川普當成一個阿呆 這邊全部都是生意人 全美國最有錢的12個 包含Google的總裁 包含蘋果的總裁 全部在那邊 川普會把美金壓得低低的 把美金壓得低低的 創造什麼 創造美國的財富 因為美國的美金變低的話 他將來匯兌收益就變高 所以我們台幣 才會一直在30塊 很多人還不知道 我的眼光跟別人不一樣 我認為今年川普可能會 漲破大家的眼鏡 我認為有些個股 可能會漲破大家的眼鏡 但是你要盡到我們來一點 有些個股可能會漲破大家的眼鏡 最起碼他也要表示相當重要的意見 而且有些個股可能後面 還具有相當的潛力空間 有些個股還很多 我想基本上來講的話 你想要掌握住這些財富 像郁金光超過200塊錢 像各位所看到的連發科超過90塊 像最近連電3塊也是大 也是大 請你想盡辦法救於薪資 那50歲生日只有今天 我想剛才身份證 健保卡也給你看了 希望各位朋友支持靜澤 而且我會靜澤的幫助你 掌握這一波的財富 投資風險